近期,广西柳州市地方标准预包装柳州螺蛳粉外包装英文译写规范发布并正式实施。 中国网红小吃螺蛳粉有了正式的官方英文名——柳州螺蛳粉。 为何选择执意的方式为螺蛳粉明明?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思考? 5月15日,中心设计者专访参与该标准制定的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院长陈芳对此进行解读。 我们柳州螺蛳粉它出口的这个国别和这个数量是越来越多的,那么在出口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出现了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名字,无论是螺蛳也好,还是粉也好,在英文中都没有对应的词,出现了蜗牛这个词就会引起了奇异,所以的话这个就没有办法能够顺利的通关。 企业在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取其他别的名字,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命名不规范,不同一的,对于我们柳州螺蛳粉这个品牌形象的塑造是非常不利的。 陈芳表示,随着中华美食在世界的知名度提升,柳州螺蛳粉明明采用执意的方式,其背后也是文化自信观念的转变。 我们制定标准定下了一个基调,一个的话就是语言地道,第二个就是文化自信,把我们原本这个食品的本质和内涵表达出来,比如说饺子,最初它的翻译就叫dumpling,因为原来dumpling它对应的英文词汇,它就是面团啊,其实我们的饺子不是这个含义,但是最初要让受众非常快地了解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直接采纳了英文中本身有的词,现在随着我们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人文化自信的觉醒,现在很多的时候越来越多就是叫饺子,音译我们叫做标准的制定啊,它是有个很严谨很规范的过程的,我们就开始进行大量的调研,也走访了很多的企业,所以企业的话对这个特别的关心,我们征求了几次意见, 这个意见当中的话呢,就会对一些细节,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然后我们再做调整,但是对于这个名字,翻译成留作螺丝粉,基本上大家都是一致赞成的。 而在关键配料的翻译中,标准制定方也考虑到海外饮食文化的接受度,寻求与全球时刻的共鸣。 酸笋嘛,就是说是这个可能是螺丝粉的灵魂,甚至是螺丝粉出圈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缘由,原来我们看到好多翻译的话,它直接就翻译成臭。 中国的传统美食当中其实有好多,比如说臭豆腐,臭鲑鱼,它都是名菜和名小吃,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华美食的这个层面,臭它并不一定是表示不好的东西。 第二的话呢,我说臭它其实还是一个主观的判断,所以酸笋我们不描述它的气味,我们是描述的是它的制作方式,所以我们的pickle它意思是腌制的。 在世界各国食品制作当中,基本上都有腌制这个手段,那么通过这样的翻译的方式,就可以让全球的食客更加了解,最后可能会更加喜爱柳州螺丝粉。 陈芳表示,已有越来越多的预包装中华美食出口海外,其命名标准也将成为中国向海外展示魅力的名片。 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美食已经走出海外,比如说川菜,比如说沙仙小吃,那么事实上呢,他们的标准是已经制定,或者是正在制定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标准就一定会为他们的这个出口之路,和在海外的扎根助力。 对于我们中华美食文化的一个理解,既是一种美食,也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些特性。